你?有聽過Mesh路由器嗎? 如果沒有,Mesh是一種網狀的路由器系統 藉由分散的節點來增加無線網路的覆蓋 對於家裡大、多樓層的用戶來說是個訊號死角的絕佳剋星 藉由Mesh不僅可在多個節點間無縫連線且不需切換Wi-Fi 更可享受更加穩定且快速的連線 今天要介紹這台QNAP QMIRROR 2011W 就是一款實用的Mesh路由器 搭配QWAN技術滿足公司家庭的遠端工作需求 在後衛型時代可說是相當實用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QNAP這家廠商以NAS為名 但同時它也有著相當多的網通產品 以前大部分看到都只有交換器 不過近期也開始往路由器發展 目前推出的幾款路由器都挺有特色 例如今天介紹兩款 主打不同風能的路由器 另一台是主打Mesh的QMIRROR 2012W 家用路由器 另一台則是主打Wi-Fi 6 以及TANKY網路的高階路由器 QHORA30EW 過兩款路由器的共通點都在於 支援QNAP主打的QWAN技術 那麼QWAN是什麼 不要緊張給我30秒就好 OK 開始 QWAN說穿的就是SDWAN架構 這東西設計就是想要在現有的硬體架構下 透過軟體去提升網路的效率 提供了包含自動化的VPN部署 智慧優化平關 雲端集中管理 提升安全 以及易用的可視化管理界面 簡單來說這是套提升網路效率 且兼致簡單 不用花大錢提升硬體設備的解決方案 OK 剛剛有30秒 所以 藉由QWAN 你就可以透過這系統 簡單的連線製公司的VPN服務 在家就可以輕鬆遠端辦公 所以說這兩款路由器都是QNAP的出自嘗試 不過使用起來確實有著大廠的風患 先從建置說起好了 QMIRROR 2011W的Mesh路由建置初期的簡單 只要將所有的Mesh接上電源 用電腦或是手機連線製路由後 基本上只要跟著它的步驟走 它就會自動將這些Mesh路由連接起來 設置起來毫不費力 而UI部分 QNAP畢竟也是NAS的老廠商了 雖說介面整體比例有點偏大 不過樣式倒是挺好看 功能分區也都很直覺 唯獨有些功能我希望能有一些文字說明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懂這些網路的術語 那路由器功能的部分 提供了先前提到的QWAN 用戶端管理 還成無線網路的開關 Net Post Forwarding 以及QBPN 分別有三種模式 QNAP自家的QBELT 以及L2TP 和OpenVPN 當然小朋友最討厭的家長監護 必定是有的 並有簡易的FTP式武器可以設定 那QNAP也有提供APP公用手機使用 提供了初始的網路設定 Mesh設置 以及一些無線網路的基本功能 不過如果要設定Wi-Fi的頻段 等進階功能的話 就只能進網頁版的設定頁面了 硬體部分 QMIRROR 2021W為 AC2200等級的路由器 是的 它是Wi-Fi5 雖說Wi-Fi5少了一些未來性的功能 但單論速度 Wi-Fi5還是挺夠用的 況且QMIRROR 2021W 相較於通等級的Mesh路由器 在價格上確實挺有優勢 而SoC部分採用的則是 高通的四核心ON架構的IPQ4019處理器 搭配512MB的DDR3 RAM以及4G的ROM 而Mesh的組件則是透過獨立在原本2.4G 以及5G之外的5G頻道 作為Mesh之間的公共調量 並沒有採用802.11.K 點B或是點R 理論極速上 2.4G最高支援400Mbps 5G頻道兩個 各支援最高到867Mbps 總合就是AC2200 而IO部分 僅有著一個SERV的電源接口 一個重置鈕 一個USB3.0接口 一個WAN以及一個LAN 兩個網路孔接為1D等級 說實在有一些偏少 而上方有著巨大的LED狀態燈 以及WPS按鈕 LED燈可以設定關閉 這樣夜間就不會干擾你的睡眠 身體外觀挺嬌小不佔空間 不過要是能避掛的話想必會更好 那麼接下來就直接測一下QMIRROR201W的表現吧 以改裝AX200E網卡的S510UN筆電 作為Client 跑iperf內網測速 結果如下 在主臥室的路由器旁 測得了平均速度333Mbps 2.4G頻段則為120Mbps 而到了隔著一道水泥牆的附臥 測得了5G 346Mbps 2.4G 102Mbps 而在隔了兩道水泥牆後 柯定則只剩下了5G 130Mbps 2.4G 60Mbps 最後到了最邊緣的另外一個附握 在多道的水泥牆組隔後 5G頻段直接宣告死亡 2.4G頻段則剩下17Mbps 可以看到最右邊的附握這速度是特別悲慘 因此在不用MASH路由之前 只要筆電拿到這邊 視訊電話、通話、遠端等就會瞬間變卡 難受香菇雅 之前都是靠第二顆無線分享器維持網速 但就是要另外拉網路線以及切換SSID 挺麻煩 但現在有了MASH路由器之後 當然就不用管那麼多了 可以看到加裝了第二個MASH後 原本邊緣的附握瞬間網速破200 並且可以通過同個SSID無線暢遊 這樣之後就算開會移動位置 有或是遠端電腦時 更換位置就不會再有網路卡卡的問題了 而加入了第二個QMIRROR 2021MASH路由器後 主臥室與附握皆維持原本的速度 柯定5G則提升至297Mbps 2.4G提升至72Mbps 而最邊緣的附握 由於原本無訊號提升至5G 257Mbps 2.4G 59.3Mbps 另外第二顆MASH的連線是透過獨立的5G頻段做連線 因此不會上用原本路由器的頻寬 而第二顆MASH也不用另外接網路線 並且搭配先前提到的QWAN功能 VPN也變得相當容易 平時由於用公司的電腦跑AI 時常需要去切換至公司內網查看結果 以及設定一些參數 時時有著穩定的VPN路由能夠依賴 會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而對外的連線部分 這邊以中華電信下載100Mbps 上傳40Mbps來測試 可以獲得下載89.96Mbps 上傳39Mbps的速度 不過先前也有提到 QWAN這個其實得在公司段搭配QNAP設備了 因此我VPN連線都是透過這一個公司的QHORA30EW 那這台有提供兩個TENGY的網路 因此在公司內部以及與NAS傳檔的速度 那可是超級的快 至於對外連線那就是看你對外頻寬有多少了 至少路由器不會是個瓶頸 在後疫情時代 遠端工作的需求量不斷在提升 雖說台灣不像國外需要全部居家工作 但是先建置好完善的遠端工作環境 對未來地大於壁 QNAP QMIRROR 2021W三頻Mesh路由器 提供居家完整的網路覆蓋能力 將居家的網路環境提升 避免網路卡卡的情況 以QNAP的初次提升來說 這款路由器有著這樣的表現確實挺不錯 不僅有好用的UI介面 以及十分不錯的硬體規格 十分實用的VPN以及QWAN功能 目前QNAP QMIRROR 2021W四架2990 有興趣可視各大購物網選購 感謝您的觀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阿湯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字幕提供